年底台北市场选战柯文哲、姚文志丁手中三强鼎力态势确定 各候选人卯足镜冲刺选情 不过最新平面媒体民调显示 丁手中以40.2%的支持度领先柯文哲5.5个百分点 姚文志支持度泄幅上升来到12.2% 不过人居三人之末 另外也针对气宝效应进行巡达 若气宝宝科发酵 不管柯文哲或丁手中得票率都会增加 姚文志竞选执行总干事阮昭雄同批民调逻辑不通 不过眼前选战的确不好打 也牵动台北市议员选情 民调显示有近四成的民众会支持国民党提名候选人 只有16.6%的民众会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市议员 蓝绿差距已经逐渐拉开 如果是气宝宝科的话 很多人就干脆说 不贏外帅倒 外帅倒议员的基本票 基本盘就可能出不来 为了拉抬选情 姚文志持续败会党内大佬 针对重中之重的竞选团队 专出打算延览与泄系友好的立委苏志芬 民进党为二的北市立委吴思瑶 以及四年前曾经帮柯文哲 助选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 民进党提名姚文之后 决定柯绿兰三分天下态势 除了争取绿营基本盘回归外 抢夺中间选民支持 也成为首都市长选战关键一环 欢迎新闻 廖文蒲丁上城台北报导